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傳言總結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先生 Jason,你好 掌音,你好 我和大家先跟進股市收市的情況 五戶芯300指數跌了2點,收佈於2410點 上升綜合指數下跌1點,收佈於2202點 上去A股指數跌了1點,收佈於2305點 另外,先看看廣股的情況 今早來說,低開702點之後,跌幅就擴大 經常跌了100點 現在已經收定了,廣股跌120點收市 收佈於23218點,成交金額到715億 掛企指數跌111點,收佈於10962點 跌幅方面也超過1% 加上今天,港股也跌超過500多點 如何看待後市方面? 另外,其中一個焦點,今日有隻新股上市 就是這一隻,編號1359,中國信達第一日掛牌 股價方面曾經高見4.79 特別要提一提,他們的成交金額超過100億 雖然港股715億,但當中有100億來自新股1359 如何看回港股方面的情況和這隻新股? 逐步看,第一個就先看大市方面的表現 例如說昨天跌了400多點 今日仍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喘定 雖然你說在下午回來的時候 曾經一度的跌幅收窄到只有50多點 但到最尾的時候也跌了過100點收市 而且你看到今天來計算,中資股方面 暫時都未見到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昨天跌得多一些中資的金融股 一些保險股 還有一些資源類別,包括一些煤炭類的股份 今天大部分都仍然是受壓的 反映說整個市的勢頭的確在短期裡面轉弱了 但當然你說這兩天的涉跌的原因 都是因為大家擔心現在國內開的經濟工作會議 會將明年的GDP的預測調低到7% 但之前在節目上都多次跟大家說 究竟你說這個傳聞到最後是不是成真 都是一個疑問的 第二,就算你說他真的調低GDP的增長的目標也好 但他當中也會推行不少改革的政策出來 而這些政策對於很多的板塊方面 都可能會有理 當中你說一些保險、一些券箱、一些消費類別的板塊 其實都是會有一個正面支持的作用 所以你說單看這個改革的消息 我相信就不足以令到整個市況 會受到一個很大和很長遠的衝擊 另外你說在大家現在炒美國退市方面 一來你說會不會單憑最近這兩個月的 那個勞工數據轉好 就令到聯儲局方面 就在下個禮拜方面就開始去到縮減那個買債規模 機會暫時來說都不是說太大 那二來就算你說你真是退市 但當中都只是反映整個美國經濟的一個復甦 那對於那個企業盈利來講 都是會有一個正面的支持作用的 那照駕你說美股這一層純粹都是 就是要拿一個藉口方面做一個調整 那對於港股來講 由於今年以來它都落後了 比美股那麼多的時候 那整體的跌幅我相信就不應該說太大 那所以你說恒指現在落到23,100 23,200這些位置 都叫做有個初步的支持在這裏 那你見到這條上升軌 由6月份拉上來 現時都是去回了 大概23,150點左右 那和今日的低位都是相當接近的 那只要你說接下來那個恒指 不會說連這條上升軌都跌穿了 那其實整個上升的軌道 或者整個浪高於浪的形態 仍然都還是會延續下去 好,謝謝Jason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順便也看了一些新股 剛剛都提及到的了 有個好像永遠互見的情況 除了今天醫藥 編號2211 這一隻來講今天就潛水流可息 比起招呼價來說 最終跌成18.6%收市 收費2.37 另一隻就是編號3369的巡港股份 這一隻來講也都潛水的 招股價5.25 比招股價低收超過6% 收費4.92 另一隻一定要講的 今天就是焦點之11359 中國順突 今天看到最終來講 升值25%有多 比起招股價 曾經今天高位見過4.79 特別要提一提就是成交金額 110億 差不多 你知道今天看到恒指的成交金額 有715億 當中來講都潛了一席位 怎麼看新股的表現 新股來講就真的要好看那間公司的基本面 還有市場的氣氛是怎樣的 你看到這幾隻新股裡面 之前的資金大部分都容許那隻的順達資產 所以就令到今天上市 第一天的股價都是做得比較好的原因之一 當然你說看他業務本身 做一些不良資產的管理 甚至乎接下來 都還是有機會 因為銀行的懷障增加 而令到他那個業務的前景是向好 所以大家都對於他的憧憬 都是比較大一些 至於你說 另外那兩隻 包括你說今天醫藥 都只是在內地經營一些 比較低端的藥房 再加上就說本身那隻秦皇島港 你說現在在內地做一些煤炭為主的港口 我相信整體那個增長的空間 未必說會太大之餘 甚至乎你說 你會不會上完市之後 業績會開始 有一個逆轉 未必好像之前那幾年做得那麼好 那大家都是擔心那個基本面的時候 都令到那些錢就不是那麼踴躍 去到抽這兩隻的新股 所以變相就說 在沒有一個資金的support底下 就令到這兩隻都做得比較差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真的要去到再去追的時候 我覺得順達都是首選來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之前是抽中了順達的朋友 其實你說在今天升到上去 大概4.7毫領這些價位 都應該先走一些貨 你說接下來等股價 落到大概4.2樓下 才考慮再去買回來 好,謝謝新股方面的報出 一起和大家看看 就是表現一些藍酒股的表現 匯控林最終跌了2.5元 收市收報82.5元 中移動跌4.5元 中華銀行跌3元 公行跌7元 建行跌9元 港交所跌5元 國壽跌2.5元 友邦升1元 騰訊跌7.2元 金沙中國升9元 新地升2元 新地升2元 九倉跌5元 中海外升1元 環智地跌超過3% 跌6元6元 最終收報19.54元 中海又跌2元4元 中石又跌7元 中石發跌5元 坤能能源升2元 中國神滑下跌6元 收報23.95元 一起和大家看看表現最差的藍酒 就是利豐494元 股價跌近半成 收回9.47元 又比大航瑞信方面暢淡 久不久都來一劑 目標價降到7.5元 如何看待利豐方面後市的表現 瑞銀方面 分析員在這兩年 都不定期出這些報告暢淡 今次都將目標價 進一步調低到7.5元 全成是最低的 你看回當中的原因 其實都很合理 一來就說說 本身現在美國整體的消費信心 方面都不是真的那麼強 二來就說 本身利豐自有品牌的市場分額 未來有機會會縮減 因為見到美國方面最大的客戶 未來都說 可能會將產品的結構 做一個轉變 未必會再和利豐落這麼多的訂單 變相對於利豐分銷業務來計 會有一個打擊在 再加上利豐方面 是減少一些向外收購的 單計原本自己業務的核心增長的話 就未必可以 好像之前幾年一個這麼高的增幅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它又沒有一個增長的前景 再加上大行日不斷調低它的目標價 我相信它的股價來計 接下來還是有一個下跌的空間在這裡 你說今天跌到九個半 短期裏面就算反彈也好 你說彈回到九個八至十元左右 我相信阻力都已經是幾大了 好,謝謝Jason 多謝你和我們的分析 我們說的幾隻股份 你有沒有哪隻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休息一會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全日直播的環節差不多 明天有同樣時分九點 本來再和大家見面,拜拜